你知道我投资加密货币同时也投资美国的房地产 这是我最喜欢的两种投资类别 加密货币是一种新兴的资产 它的存在也不过是过去十来年当中的事情 所以呢 它具有早期机会 这是我看中它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它跟那些存在了几十年上百年的行业不同 因为那些行业它的规则已经形成 它的阶层已经固化 这个时候你想要进入 你就是一个外来者 你就是客厂作战 其实困难要大很多 而加密货币行业 它是一个新兴行业 你甚至现在进入 你是一个规则的制定者 它的阶层还没有固化 这就是为什么 我说接下来 八年十年的时间当中 你绝对应该往这个方向去看 最近呢 我也发了一条朋友圈 我说 我不是讲马后炮 我现在就告诉你 未来八年的机会在哪里 这个机会呢 就在加密货币领域 因为有些朋友说 你过去做什么事情 你做的成功 你判断的是对的 那你说一说 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好像你说过去自己的辉煌的历史 都是在马后炮式的 我说那我不马后炮 我现在就告诉你 接下来的机会在哪里 这个机会就是在加密货币领域 这是为什么我今年以来 个人在这个方向上 你可以看到我投入的时间 我投入的研究 我投入的资金是比以前多很多的 相比之下 房地产是一种很稳的传统的资产 即便是我做了这么多加密货币的投资和内容 今年你在我的频道看到的几乎全是讲加密货币的 但是不要忘了房地产是我的老本行 房地产一直是我心中最爱 即便我去看所有其他的这些投资的方向 资产的类别 黄金白银也好 股票也好 加密货币也好 比较下来我仍然可以讲 说美国房地产投资是最好的投资方向 没有质疑 一会儿呢我会更具体的讲到 为什么就是美国的房地产和加密货币比起来 究竟有什么异同 各自有什么优势 其实我接触了很多币圈的人 当我真的去跟他们把美国房地产投资的逻辑 讲清楚的时候 他们大部分也会认同 说哦 是哦 我以前不知道美国的房地产是这个样子的 我以前不理解 当我真正理解了之后 我觉得我也应该去投资 我也应该做这样的配置 这是我所收到的普遍的反馈 所以如果你现在在看这条影片 而你是币圈的人 那么我也建议你把这条影片看完 因为到后面我会讲 美国房地产投资 为什么是一种值得你去配置的资产 我认为说我们应该两条腿走路 就是美国的房地产投资和加密货币的投资 这两者呢 是我们可以同步来做的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最后的财务的状况 我们的财务的稳定性是会更好的 在刚刚过去的9月底 我到美国明尼苏达州参加了一个挖矿的会议 或者说是加密矿业的会议 这个会很有意思啊 它的规模不大 大概现场也就是200人的规模 但是呢 它非常的聚焦或者说非常的细分 它不像是Bitcoin 2024这样的大会啊 就是跟币圈有关的方方面面的 web3有关的方方面面的人 都会到这个会上来 它就是非常聚焦在加密矿业这一个方向上 如果你在会议的现场去听那些报告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是非常工程性的内容 就是它讲的都是加密挖矿的这些设备啦 矿场的建设啦 未来的这些设备的方向 技术的方向啦 讲的都是这些方面的内容 但是呢参加了三天的会 我的收获还是蛮大的 因为你能够观察到 矿业的人是怎么考虑问题的 矿业其实是币圈非常上游的一个行当啦 因为很多的加密货币 尤其是POW的这些货币 他们都是首先通过挖矿挖出来的 所以一般认为它是非常上游的一个产业 接下来呢我就来讲一讲在这个会上 我观察到的 我的体会 这些对于我们去理解 加密货币的发展 很重要 就是未来会怎么样 很重要 而且呢你也会看到 有的时候我们表面上看这些人在开矿场 他们在挖矿 但是呢它背后其实是有一盘棋的 这个也是我在去参加这个挖矿会议之前没有了解到的 这是我新了解到的一个事情 我们逐一来看啊 首先呢就是我注意到挖矿的会议上 白人占了绝大多数 甚至几乎是全部 当然有一些华人啊 有一些 黄种人 但是呢几乎看不到黑人的面孔 在我们会议正式召开的前一天晚上 主办方搞了一个party 那在这个party上 我真的就是一个黑人的面孔 都没有看到 这个事情告诉我什么呢 就是在这种新的财富机会的面前 黑人有落后了 我们知道美国的黑人和白人 就是在平均的财富上 存在一个巨大的鸿沟 这个不是说我们去歧视谁 或者是怎么样 而是这是有很多的统计数字 客观上来说明这一点的 黑人为什么会这样呢 很大的社会原因就是 由于他们本身就出生在 比较贫穷的家庭当中 生活在比较贫穷的社区 他们接触的信息就非常有限 他们接触的财富信息 他们所受到的财富教育就非常有限 他们能够接受到的资源 或者是这些资源的质量也不高 对吧 所以呢 这些就限制了他们个人财富的发展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种新兴的领域 矿业或者是币圈 你可能也能够观察到 就是黑人的比例是相对少的 这是令人遗憾的一件事情 与此不同 华人的力量在币圈是非常大的 在矿业当中是很有实力的 如果你看我这个频道 最近几个月的时间当中 我采访了大量在加密货币领域 有建树的华人 这块的力量真的是非常大 矿业的话 在中国可以追溯到2015年 乃至更早 实际上一度比特币的产量 或者是算力有70% 是来自中国的 所以这一块如果说你进去的话 你就会发现简直是主场作战 你有一种主场作战的感觉 你在美国做房地产 常常你会有一种客场作战的感觉 尤其是当你进了商业地产这块 住宅地产还好 在我的频道 我讲的比较多的是住宅地产 如果你进了商业地产 你就很少见到华人的面孔 你就完全有一种客场作战的感觉 我们在挖矿的会议上面 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我跟着一个华人的矿场的老板 他在那个地方做了一个展位 然后就发现简直就无敌了 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矿场 尤其是白人他们的矿场的这种算力或者是电力是超越华人矿场的 就华人矿场随便拿出来一个就超过他们了 在矿机维修方面 有一大哥过来跟我们炫耀 说我是教矿机维修的 我教出来的学员一天能修两块算力板 然后这边都没好意思告诉他 我们一天一个人修20块算力板 就是华人的维修师傅 一天修15到20块是家常便饭 然后呢 老美他们一天修两块就觉得不得了了 然后在挖矿的设备上 华人也是非常具有创造力的 做了一些技术上面的创新非常的厉害 比如说液冷设备 就是用液体去冷却矿机的设备 我们在开会的过程当中 去参观了一个当地的矿场 我们就注意到 他们有液冷的设备 但是呢 他们液冷的设备呢 是开放式的 就是有一个大箱子 你可以想象 如果你没有见过的话 一个大箱子 箱子里面浸泡了很多的矿机 这个箱子是不盖盖的 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真正懂行的人知道 那个液体必须盖盖 否则的话呢 空气当中的杂质会污染这些液体 然后这些液体也会挥发 甚至可能对人体带来危害等等 有很多的问题 你这个污染的液体可能还会导电 导电的话也会损害矿机等等 对吧 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呢 当地的矿场主就没有意识到说 我要把这个设备给加上盖 当然可能他购买的时候就没有 不过呢 他也没有说我变通性的去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所以在这块在技术上 在设备上 华人确实是走在前列的 我也见到了非常强的创业公司的老板 他们就做这方面的设备 原先在中国他们都是 也是在 如果我说出来 他们原先所在的中国的公司 你会知道如雷贯耳的 就是原先非常大的中国的公司的人出来做这些 所以你可以知道他们是很强的 在加密矿业这一块 现在技术性已经非常强了 然后做的很精细 确实呢 已经不是那种个人在家里面自己搞个矿机去挖矿的年代了 特别是比特币矿机 如果你想让比特币矿机真的是perforable 就是真正的是盈利的 你是赚钱的 那你基本上唯一的选择 就是托管 讲到这里呢 我们这条影片是由Miner's Warehouse赞助播出的 他为你提供了所谓的一键采矿的选项 就是你哪怕自己不买矿机到家里面 你完全的远程的去购买 然后托管矿机就好了 你只需要去交电费 然后其他的事情包括这个矿机的运维全部由矿场来做 他给你托管 他给你做运维 如果你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 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的联盟链接呢 放在影片的下方 这个资讯链接放在影片的下方 我们这条影片的是用Miner's Warehouse来赞助的 好说完这一点呢我们继续来说在挖矿的会议上我所观察到的很重要的事情啊 刚才我讲了房地产和挖矿这两件事我自己都是亲身有做过的 我自己也有矿机也托管在了矿场 你就会发现这当中有很有意思的类似又有区别的部分 那对于矿业来讲 你是在跟什么打交道呢 你是在跟物打交道 你打交道的对象就是那些机器 没学没肉的机器 冷冰冰的机器 所以在这个矿业会议上呢 如果说有人在分享他们挖矿的经验 他们分享的是什么 他们会分享到说我在修矿机的时候 比方说怎么划了一下怎么砸了一下自己的脚受伤了 他们会分享这种 而如果你去看房地产的会议 讲到做出租房 那就不仅仅是跟物打交道 跟物打交道的部分是房子比方要做一些维修维护 另外呢还有一部分是跟人打交道 就跟租客打交道 这是你做房地产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不管你做住宅地产还是商业地产都会涉及到跟人打交道的部分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区别 这也导致呢投资者的思维性格是不一样的 加密矿业呢确实更适合理工男 就是我只搞技术 我只讨论技术 我只讨论物 那你会觉得非常的舒服的 还有一件我到了现场 我才慢慢开始理解到的事情 是矿场 尤其是我指的是美国的矿场 其实是在下一盘大旗的 现在看来他们是在搞加密矿业 他们把整个这个矿场建起来 自己的矿机放进去也好 托管的矿机放进去也好 但实际上他们的终局并不在加密矿业 他们的终局在于AI数据中心 因为他们知道现在美国AI爆发 那接下来会需要越来越多的算力中心 数据中心 而全美国你知道什么是稀有的 土地是稀有的 电站是稀有的 就是其实能够靠近这些电站的土地是稀有的 我们准确来讲是这样 所以他们就提前布局 先把这些土地给占下来 那我这个土地拿着 我也不能说就干拿着 对吧 当然你也可以干拿着 那个时候你就纯有之出 那在我们没有把它建成AI数据中心 或者是算力中心之前 我可以在这个土地上建一个矿场 我先挖矿 挖比特币 这样我还有收入 我有现金流 等哪一天 我需要把它改造成AI的数据中心的时候 我再把它改造成AI的数据中心 我觉得这是非常聪明的一种思路 就有点像是之前我们讲房地产投资的时候说 你买一块空地先把它做成停车场 那这个停车场它就有收入 将来这个土地升值了 你再把这个土地给卖出去 对吧 就是这个空地你拿着它的时候 它不产生现金流 我现在怎么让它产生现金流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就是这个地它本身有未来的价值 我把它拿下来 我把它做成矿场 它就产生现金流了 这是你在美国去操作的时候特有的一种优势 我也见到说有朋友是人在中国出来投资矿场 那这个的话可能就真的只是做加密货币的挖矿了 就不具备刚才我所说的第二层的优势 这是一个其实蛮重要的一个区别 有些可能在中国赚到一些钱的企业 到了海外来做矿场 他可能没有想到后面这一步 他想的还只是我就是去做比特币的挖矿 那这个的话呢 我想就是有一定的欠缺的 这个是缺少了后续的那个可能更大的内盘起的 我们在这个会议现场呢 可以看到有一些人真的是非常热衷于加密货币 热衷于比特币 他们是真的为整个的生态 为比特币的发展去考虑的 比如有些人提出了去中心化的矿池 有一个项目他们在做去中心化的矿池 这是什么概念呢 我们现在大家普遍用的矿池其实是中心化的 虽然我们说比特币似乎去中心化的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可是这当中你仔细考虑的话 它存在一个问题 这问题就是虽然算力的分布好像是去中心的 但是呢 由于大部分的矿机都连接在少数两三个矿池 所以这些矿池它是中心化的 对吧 那所以就有人说我可不可以把矿池也去中心化 因为矿池中心化它也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 这个我们今天不展开来讲啊 总之呢 有人就搞这个去中心化矿池 所以从这种角度我们可以看到 有些人真的是在为这个行业去考虑了 从很根本上去考虑 这是令人欣慰的一件事情 令人很高兴看到的一件事情 在会议上我也注意到 并不是所有人都在挖比特币 当然大部分人在挖比特币 接下来的排序是什么 接下来排序首先是CASPA 你会看到有很多人在挖CASPA CASPA已经被越来越成为主流了 然后接下来就Litecoin 再往后呢是Dogecoin 有些人他们做一个矿场 就完全用来挖Litecoin 这种也是存在的 我们来说一说房地产跟加密货币的对比 究竟他们有什么不同 各自有什么优势 房地产 我指的是美国房地产 准确来讲 美国的房地产和加密货币投资 有一个关键的不同 虽然看起来都是 你花了一些钱 然后去买了某种实体的东西 比如你对房地产来讲 你是花了钱去买了房子 对于矿业来讲 你花了钱去买了矿机或者是投资了矿场 那这当中的关键不同 房地产是升值的 它是保值的 而矿矿机的话呢 是会快速贬值的 你买一台比特币矿机 它的寿命也就是两到三年 它的价值会迅速的下降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投资矿机的时候 会强调一个概念叫做回本周期 也就是说你拿这个机器去挖加密货币 多长时间我能够把机器钱给赚回来 这个是回本周期 但是你看我们在买房的时候 是没有回本周期这个概念的 因为本就在哪 房子它很可能不但没有贬值 还在升值 所以大家不会太强调回本周期这个概念 另一方面呢 是美国房地产 它是经过很多年 过去60到90年的验证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规律 可以看到它的表现 而加密货币是新兴的 矿业也是新兴的 我们其实并没有很长的一段历史 来看加密矿业的规律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区别 再一个我认为说相当重要区别 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美国房地产的 相当根本性的一个原因 那就是房地产 或者尤其讲住宅地产 它是很难被颠覆的 就不管科技技术怎么发展 房地产的变化是很慢的 你去看一看1960年代到现在 房地产变化有多大 确实它在建筑技术标准上是有提升的 但是呢 它不会像是我们去看互联网也好 我们去看任何一个受技术影响非常大的领域也好 城头变换大王旗变换的那么快 它不是说我技术一发展 然后就颠覆的 所以这也是我说房地产为什么非常稳的一个原因 这也是我喜欢它的一个原因 因为加密货币 它的变化是非常快的 有新技术出现 可能老的技术就被迭代了 或者老的设备就被迭代了 而房地产 不会这样 如果说美国的房地产和矿业 加密矿业有什么共同点的话 就是他们都会有持续的维修维护的工作 其实不存在谁比谁更省心的问题 你不管投资哪个方向 你都要预期这当中有很多的维修和维护 你看我们投资出租房是交给管理公司去管理 那矿机的话呢 你交给矿场去托管 这两者其实是非常相似的 大部分的事情呢 都是由这些管理公司去操作的 当然你自己也得上心啊 不是说你自己一甩手什么都不做了 那这样的话 你肯定我可以跟你保证你这个事情是做不好的 你自己还是要上心的 只不过呢 很多事情可能90%95%的事情是交给管理公司去做了 美国的房地产相比加密矿业相比投资比特币 就是你直接去买币直接去做交易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优点就是它的税务优势 这其实是在美国所独有的 在其他很多国家包括欧洲的国家 你看不到像美国这样对于房地产投资的税务的 激励税务的优惠这方面呢 我在之前的影片当中已经谈了很多了 今天我们就不重复了 如果你不了解的话 可以去看一看我这个频道之前讲房地产的 这些内容 简单来说就是你投资在出租房上 你可以做到你的收入是不交税的 这是你很重要的回报的一方面 很多人理解房地产投资 理解出租房投资 只是看到租金的收入 如果你也是这么理解的 你真的应该去看一看我之前讲房地产的影片 为什么美国的出租房投资有五个维度的回报 我说当你做对的情况下 出租房投资的回报 如果一年低于25% 我都会是非常惊讶的 那这五个维度当中就包含了税务方面的好处 你所省的税 那也是你的一个回报 所以这是美国房地产得天独厚的优势 既然有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 我们就应该把它给利用起来不是吗 所以对于币圈的人 我会建议你也去配置房地产 同时你再去投资加密货币 这样你的状态 你的心态都会好很多 都会稳很多的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